给大家介绍一下DIV3.5版的升级功能 功能升级一共有25项 大家可以快速的浏览一遍 白色文字的部分 我会每一条用软件给大家演示一遍 然后黄色的部分 会稍微在最后稍微过一遍就好 不是特别重要 我们先看第一项新增BS架构 这个页面是网页视窗的一个开发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左边区域跟以前的CS一样 同样是一个工具箱 工具箱包含基本图形控制项 以及高阶的控制项 那右边是一个专案的工程数 然后物件的属性有一些调整 比如说这一个按钮 它是通过右击产生一个弹桩点属性 然后进行一个编辑 包括动画以及事件 以往是在右下角的这一块区域 现在有一些改动 我们看一下微博版的工程配置 首先它也有一个首页视窗 启动之前需要把一个 自己选定一个网页 作为它的启动项 启动首页 然后勾选启动Web Server 如果说一定要用Web窗口的功能 那这个服务一定要启动 不启动的话 那相当于跟以前的CS版是一样的 启动之后这样的一个界面 这是一个谷歌浏览器 它的连接地址的结构是 IP加端口号 端口号是四个吧 这个端口号是没办法修改的 大家注意一下 有人可能会问 这里有一个9002是代表什么 这是以前CS版的一个端口号 CS版的 那Web版的端口号就是四个吧 这是没办法改的 是固定式的 然后授权的部分 有一些改动 跟大家介绍一下 以前料号01是代表单机版 02代表CS版 然后这次会形成03的料号 DIV-03 03的料号 客户端数量同样是最多 只能支持十个 但这十个的组合可以是随一的 你可以是CS的客户端五个 加上Web客户端五个 那一共是十个 也可以是单纯的Web客户端十个 反正就是这两种客户端的数量 加起来 不能超过授权的数量 我们看一下 软件里面的操作 我先新建一个工程 那右边这里依然是旧版本的四双开发环境 先不用看它 我们看网页四双 右击新增 那可以看到左边工具箱里面 有各种空间 有各种空间可以选择 右击属性菜单 进行一些属性相关的配置 或者动画观念变量 以及试镜 再看一下专案配置 网页四双里面 一定要选中一个作为骑士四双 在网络里面配置一下 只启动 启动webserver 这里因为我 没有插加密狗 是一个试用版本 试用版本是可以支持 只有一个客户端去 运行两个小时 只能有一个客户端 所以我这里要勾选一下 因为等一下我启动 它可能会 连CS的客户端 以及web客户端 一起启动 那web客户端 启动的速度 会比CS的稍微慢一点 这样就会导致 等一下我的网页出不来 因为我没有加密狗 只有一个客户端 所以我这里勾选一下 勾选一下 等一下它只会出现一个网页 好 启动 好 启动 好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我刚刚放了一个按钮 在窗口里面 这样这个网页 这个页面 就是一个web客户端 如果说 在实际应用的时候 你既要有CS的客户端 又要有web客户端 那把这个沟一定要去掉 前提是你有加密沟 好 我们看一下一项 服务管理器 管理器隐藏 在这个地方 多了一个 副选框 看一下 这里有一个副选框 勾选的时候 启动工程的时候 这个界面 我不会演示 刚刚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我刚启动的时候 只是出现一个 转动的进步条 因为之前有些客户提到 每次启动它会有一块区域被遮盖住 所以增加了这个隐藏的功能 现在只有一个这个 转动的一个进步 我们看下一个 查询取代 Ctrl F Ctrl F快捷线 有一个前提 有一个前提 就是这个功能 这个功能 是针对CS版的窗口 也就是说 web版的窗口里面 没办法做这种替换 我先键 两个变量 然后 做一个动画观念 按钮 做一个时间 再copy一个 那这个时候 我按一下快捷线 比如说 我现在想要 查到按钮对象 看一下 这两个按钮的文本 文本都是按钮 我这样可以查询到 如果说 我要查询物件 按空件名来查 那只有这一个 只有这一个 四川查询 两个文本都是一样的 所以两个都能查出来 第一个按钮的名称是 按钮0 第二个名称按钮1 另外在这个里面 可以右击 有一个定位 点击定位之后 鼠标会直接选 从这个物件 比如说 按钮0 我再选择题目 焦点 选择按钮0 如果说我有 多个四川 多个四川 我们在这里加一个 文字方块 它的文本内容是123 我把界面 四川一关掉 在这个里面 继续进行查询 5123 四川 查询 那这个时候 它会查到 刚刚我添加的文字方块 这个时候 我再选择定位 它会自动 打开这个四川一 自动打开 并选中 这个文本框 我们再看一下取代 比如说我刚刚 两个按钮 有一个是关联了 变量 另外一个是 变量一 是这个按钮 如果说我想把 这个按钮是观点的变量 替换掉 替换成变量一 那这个时候 点取代 那这个时候 我再点搜寻 已经找不到了 因为这个按钮的变量 已经被我换成 另外一个 有一个地方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 我们在做变量替换的时候 它的条件是全字匹配 全字匹配 也就是说你在搜寻的时候 这里的变量名 一定要写完整 如果说直接写变数 变数一 这样是查不到的 一定要写完整 我们一般在做一些 相同结构的画面的时候 就可以用这种方法进行复制 然后查找替换 快速地做一些 同类型的画面 我们看下一个 再补充一下 查找的内容 范围可以是工程 或者窗口 类型是制服 变量 空间名称 以及安全区 然后取代的范围 它要比查询稍微少一点 它的类型只有 变量跟安全区 制服的替换还不能做 下个版本应该会 做了一个更高端的一个优化 好 下一个 滚动条自动调整 我们直接用软件来看 滚动条自动调整 比如说我们在做布局的时候 画布布局的时候 因为它这个界面 没办法做到全屏展示 所以当我们将一个物件 从左上角放到右下角 这样的一个大范围移动的时候 我可能说原始的版本下 我可能要拖这个滚动条 然后这样拖过来 不合适的时候 我可能还要再返回 再拖走 那会 操作上会比较麻烦 那有了这个功能 我们可以直接 直接这样拖 可以看到 纵横方向的滚动条 在自动滚动 自动调整窗口的位置 这样 我看下一个 曲线 轴质体和轴性的颜色属性 增加了两条属性 大家看一下这个界面 首先是质体 字体指的是 横轴的标题名 以及横轴的这个数字 以及Y轴的数字 和标题 那颜色就指的 这一块 以及这一块 包含线和文字的颜色 这一次更新 没有将线的颜色 以及文字的颜色 区分开来处理 所以只能做到 轴线的颜色 跟文字的颜色 是同步的 那下个版本 我们要再进行一次优化 就是文字的颜色 跟线的颜色 我们分开设定 可以做成不一样的颜色 我们看一下软件 新增一条曲线 这也是预览的效果 那改数字走 所有曲线都有这个属性 所有曲线 我们接着看下一个 新增了报表 向导 可以快速地生成单报 日报 月报 季报 年报 以及行列数据统计 统计的值有平均值 累加值 最大值 最小值 并且增加了图表 下面这一块图表 可以是曲线 可以是柱状 我们用软件演示一下 我先创建一个模拟数据 然后我把这些数据放到数据库 做一个历史的红组 新增报表 在报表的菜单里面 多了一条报表向导 在这里 点一下 比如我们做一个班报 班报 现在是十点半 我把时间调整一下 然后做累加 添加两条历史变量 那这里有图表的选择 我们先跟一条曲线 做个历史 曲线它会有一个 简单的标题名的修改 我们在市场里面放一个 报表空间 观念模板 我们现在运营 稍等一下 我要现在给一下服务器 等一下 replen看 我们在这里 有温暖吧 我们下车里面放一个 我现在给一下它 就是 就是 在什么 写真 写真 是 写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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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一个查询 看一下 试验中有一笔数据 应该是刚刚纯净的 但是11点往后还没有数据 我们看一下它的统计 行统计在这里 列统计在这里 然后看一下它的图标 因为只有一笔数据 只有一笔数据 数据它的线只有这一点 有一个地方需要注意一下 就是这个图标 当你导出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并不是说 像微软Excel里面的那种图标 它其实就是生成了一张图片 放在Excel里面 这张图片 所以你没办法改它里面的数据来 改图标的样式 再看一下 如果说你要对这个表进行一些结构上的处理宽度高度以及字体 在后期进行调整就行了 如果说你这一次报表 不是你想要的办报 或者你想做成日报 一定要记得把它的全部删掉 一定要删掉 或者直接把这个报表删掉 因为你下一次再直接这样去通过向导去做的话 它很多地方是重复的 最好是新建一个 把之前的删掉 那如果说我现在重复挑战 你会发现这上面没有被清空调 没有被清空调 所以稍微注意一下 我们看下一个 增加了一个表格控制项 我们看软件里面 在这个位置 多了一个表格 用过DOP的人 应该会熟悉这个表格 因为它里面也可以拖这样的一个表 主要是用于 大家在做界面的时候 有一些数据是用 是一个阵列的形式去展示 所以以前没有这张表的时候 我们都是通过画了很多条的横线 以及竖线把它拼接成一张表 那这样就不用拼接了 比较快速地造成一个表 以及它的颜色都可以去调整 每行的颜色 左上角斜线 交叉形式 这个里面是没办法 每个格子里面没办法关联变量 所以在做数据显示的时候 还是要说 那一个文字 放在这个位置 其实它就是一个表格背景 我们接着往下看 记录框查询条件 以前我们在做查询的时候 比如说我想 只查询用户操作的一些记录 通过空间菜单去操作的话 可以直接在这个界面里面去选择用户 然后点查询 这样是可以 但是有些客户 他不希望通过菜单去查询 我希望是通过脚本 自己做的一个按钮脚本去处罚 以往是脚本里面 只能通过时间范围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然后查询 查出来的记录是所有的操作 所有的操作 所以这里是增加了一个 对类型筛选的一个方法 看一下这个脚本结构 第一个参数是时间的 开始时间 第二个是结束时间 第三个是类型 类型它是一个整形 您 且您代表查找所有事件 且一 代表登录以及注销 二 工程启动和结束 三 操作 是用户处理 我们看下一个 增加海康威视的视频空间 需要注意一下 这个空间不是说所有的产品都可以支持 目前只能支持海康威视的摄像头 我这边没有设备 我就跟大家介绍一下 重点 主要的属性配置 就是这一块面板 一定要将网络摄像头 跟Sketa主机 放在一个局域网内 那这里写 摄像头的IP地址 端口号 以及登录的用户名和密码 在这里可以配置 连接参数 以及图片存放的地址 入境和视频存放的入境 功能方面 它可以实现 自动预览 就是连线之后 自动预览进行监控 以及录像的回放 它会把预览产生的视频 放到固定的路径下面 后期可以回放 以及可以截图 我们看下一个 继续方式 做了一些调整 在旧版当中 我们的模拟器 驱动 是不收费的 模拟器驱动 那在这个版本里面 我们将它加入了 计飞的逻辑 里面只要你新建了一个 模拟器设备 关联了变量 就会击费 跟下一位 变量的断线保持功能 通常情况下 我们的Sketa 跟设备连接过程中 网络断 或者说设备断线 断电之后 Sketa上面的数据显示 全是0 但有一些客户 跟我们提到 就是我设备断线了 我希望我的监控界面上 显示断线前的一笔数据 那我们这里就 增加了这种配置 保持潜移值 保持潜移值 也可以是显示为 一个特定的值 比如说模拟值 你可以固定为-999 来表示我的网络 是断开的 比较醒目 文字类型可以设计一个问号 我们用软件操作一下 我先开一个 摩尔巴斯模拟设备 跟茶匙里边来的 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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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一下可以读到汁 好 我们看一下端线保湿的配置方法 右肌变量磁点节点 在最下方有一个参数设定 默认是保湿前一笔子 可以自由选择 好 我们就用保湿前一笔子来 看一下效果 感谢观看 现在这个数据我们可以正常读到 说明通讯没有问题 那这个时候我把这个slave关掉 制造一种断线的情况 数据没有发生变化 数据没有发生变化 就是保留了断线前的数据 那这个时候我把 我把模拟器再打开 它的值变为0 我们看一下Sketa的值 短暂的设计之后 它会重新连接这台设备 并读取新值 就这样 这两个值得会一直保留 如果说我把它改为-999 这个时候有一点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变量的最小值 一定要比-999 范围要大 如果最小值为0 那软件在处理断线的情况下 它会负一个 负9990的这个值给它 但是最小值又是0 那最终还会显示为0 所以一定要把最小值改一下 重新启动一下 请不吝点赞订阅 5999 好 我们接着往下看 有一点需要注意一下 就是刚刚的参数设定 参数设定 它是针对所有的变数 所有变数都要遵守这个设定 目前好像没有办法做到说 对某一些报警 某一些变量组 某些组进行设定 单独设定 没办法 它是一个全局的 好 下一条 新增了一条密码规则 新密码不同于前N次的密码 也就是说 当我们修改密码的时候 你本次新密码与之前的密码 如果说一样的话 它会提醒你密码不符合规则 需要重新输入 最大可以设定到前九次 前九次的密码 我们用软件操作一下看看 先创建一个用户 假设我把它密码 新密码是1 我们再做一个按钮 去进行用户的路 再做一个按钮 去进行密码修改 在这里有一个密码规则 我们要设定一下 我留历史密码 比如说我设为二 记录两次的密码 起动 进行用户 进行用户登录 已经登录成功 这时候我们来修改密码 旧密码是1 新密码我也设为1 等上也是相同 这时候它有一个错误弹状 密码不符合规则 重新再改一次 新密码2 再改一次 旧密码2 新密码1 还是不符合规则 因为1跟2 因为1跟2是我前两次的密码 所以它仍然会提示 那如果说用3 可以 3等5 那这个时候我把密码3改为1 就可以成功 因为是现在算的话 1这个密码已经是第三次了 在这里设定 最大可以写9 9字 好 我们接着我们想看 资料教验 这个版本里面 有很多针对FDA新增的功能 包括这一项 就是说我的工程 在导注一些报表的时候 以及报警 辨量这些数据资料的时候 这些文件 当你能为的去进行修改的时候 在通过我们提供的一个工具 进行教验 它会提示你 你的文件内容已经被篡改 我们用软件操作一下看看 比如说我先 把变量磁链导出来 大家看一下这张标 在最上方有一个教验码 MD5教验码 这教验码的内容我们不用管它 它其实根据你的表格里面的数据 产生了一串序列 如果说我现在给它的数据 进行一个人为篡感 要不要保存一下 在我们的安装目录下面 有一个工具 把它找到 数据教验 选择刚刚导出的文件 教验结果失败 数据已经被修改 我们把刚刚改的1再返回 重新交易 成功 数据没有被修改 其实修改过 我修改过两次 只是两次的数据一样的 也就是说 它的内容 文件里面的内容 只要发生变化 通过这个工具去教验 就会可以看出来 有没有被改 以及报表也可以这样去操作 我这里就不去操作 大家可以试一试 我们看下一个 VBS增加的Sleep函数 Sleep函数是一个 休眠 延迟的一个方法 脚本的结构 就是Sleep 括号里面是一个 整形数 参数 单位是荒庙 通常我们在做一些脚本的时候 有一些过程 希望执行到某一个步骤的时候 希望它停顿一下 然后再接着 左下面的步骤 那就可以用到这个函数 比如说 我用按钮去做一个脚本 做一个弹窗 弹出当前的时间 然后再休眠 9月5秒 最近一个方箭时间的残座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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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次探窗 点调 第二次 这个函数比较简单 比较简单 你只需要在过后里写上你想要停留的时间就好 注意单位 单位是毫妙 好 我们看下一个 IO里面增加了一个驱动 MCTCP 这个是台达自有的15MC以及50MC运动控制器 PLC 然后有一些驱动的名称做一些修改 比如说这个DI-Link 网页版呢 之前可以用于CNC通讯的 我们把它名称直接改为叫DI-Link 之前可以与PLC通讯的版本改成了 加了一个后缀 增加了PLC这个名称 注意一下就好 专案打包 有一些SI厂商跟我们提到 就是我所做的工程稳健 不希望客户能看到 也不希望它去修改 它只管去运行使用这些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这种功能去进行打包 也就是说我会通过这个功能把工程文件 以及DI-Link所要运行的环境文件 打包成一个执行文档 EXE 然后厂商把这个文件拷贝到客户运行的机器上进行安装 安装之前不需要做任何额外的安装 也就是说DIV的安装帽不需要在客户上 电脑上去安装 只需要按这个 这个打包后的一个执行文件就可以 安装完之后不会包含开发环境 只能去运行 而且没办法看到工程 也没办法修改 对厂商会起到一个 专案内容保密的一个效果 进行安装的时候可以选择一些语言 语言又三系 英文的中文 简体中文 繁体中文 以及图标 桌面上会计图标的修改 你可以改成自己公司的logo之类的 安装路径 授权合约 授权合约这里面可以自己去写一些文本放在里面 因为我这一台已经装好了 等一下给大家演示 所以我就不去操作了 大家可以试一下 好 重点要讲的内容 就这些 我们回到第一页 有一些优化的 跟大家讲一遍 第三点 优化了优户端资料刷新的效率 是什么意思 就是因为是一个网络版本 网络版本存在客户端跟服务器之间数据交互的一个性能 所以这一次优化性能这一块有一些提升 数据同步会比较好一点 第四点 优化了断线重联的提示 也就是说我的CS的客户端跟服务端断线之后 它会弹出一个重连的提示界面 来告诉你 你的服务器已经断线了 我要重新连 第六点 新增了机械手臂的图库 图库我们在软件里面看一眼 在这里 有一个机械手的界点 有十 九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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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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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当你使用这种类型的时候 它的最快刷新速度 可以达到100毫秒 那如果不用的话 好 我们看第47条 优化了历史记录组的 变速定时器周期 缩短到100毫秒 之前我们历史记录群组里面的 一个 触发条件里面 会有一些值变化 值所持维生之类的 一些触发条件 不管是哪一种条件 触发程度 最快只能一秒存一笔 一秒存一笔 那有时候 我们在实际应用的时候 可能说我的值变化 一秒钟可能说 变化很多笔 很多笔 那这个时候 这很多笔的资料 我必须要存下来 一秒一笔又不能满足我的需要 所以这一次优化又增加了 可以达到100毫秒存一笔 也就是说 一秒钟内变化十次 那这十次都可以存下来 二十一条 使用独立的脚本引擎 执行条件程序和时间程序 之前有用过这个功能的用户 会有一些不好的体验 就是说 当我的条件程式和时间程式里面 写得特别多的时候 脚本又执行得很复杂 比如说上万条的数据处理 老数据库之类的这个用法 那会造成 会造成一些延迟卡顿之类的事件 卡顿的时候 可能说 我的条件程序里面有一个脚本 执行还没执行完 造成的延迟 那我的时间程序里面的脚本 其实它已经 应该让它启动了 但是没有按时启动 造成一个影响 那这一次修改 就是我的条件程序 不管里面卡成什么样子 我的时间程序 照样会按时执行 也就是说 这两个程序 它会用独立的空间去执行 独立的线程 但如果说 我的条件程序里面有多个 那多个里面又特别的复杂 那比如说 我这个条件脚本一和二 两个同时执行的时候 可能如果有一个卡住了 那二还是会造成一些影响 还是会影响 因为它仍然是在一个线程里面 那下个版本 我们打算就是 条件程序里面再做一个分组 再做一个分组 里面的每个脚本之间相互都不会造成影响 下一条 新增了编译VBS的JavaSplitter功能 包括语法检查 这个功能大家应该不会用到 英文是Web版的客户端 和客户端贯里面写脚本的时候 不支持VBS 运行起来只能是加法 所以我们做了一个 就是用户 用户不需要去学加法的写法 窗口里面 加法的写法 仍然是你自己还是去写 VP的 VP的 比如说我在这个按钮里面 写一个加法 还是写VP的语法 但是执行的时候 软件内部会把这种语法 转换成加法 去在网页窗口里面去执行 所以大家知道一下就好 不需要去太多的了解 加法是什么 怎么写 25点 新增了专案执行时 与加密口绑定的功能 那这个功能 其实也是为一些 SR厂厂 进行一个保密工作 也就是说 当我的工程 我的工程 卖给我的客户的时候 同时我肯定手上 有一个加密口 这个时候 我把我的专案 跟我的加密口 进行一个绑定 然后卖给客户 当客户说 把这个加密口换掉 或者说 把这个工程 拷贝到另外一台机器 用新的加密口 去运行的时候 发现 工程跟加密口 不匹配 那这个功能 它也运行不了 这是一对一的 一个绑定 基本上就这一些 基本上就这一些 大家还有什么 问题的可以提出来 给客户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